哈喽大家好,我是Linda,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整理的视频了 上次我整理了这个部分,就是我上衣的部分 然后还有我的鞋子 今天呢就来整理一下我的下衣 基本上就是裤子和裙子还有连衣裙这个部分 因为上两次我发现弄的时间太长 所以可能把这两个区域分成两个部分吧 就是裤子跟裙子部分 反正看看时间的多少吧 然后今天呢我还是会延续上一次的 把自己的一些穿搭呀给大家在清理的过程中 给大家贴一下如果能找到照片的话 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 我今天又是穿着睡衣再给大家录啊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在清理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说一下我的这个衣架 这个衣架呢大家问的问题很多 所以我就在这里稍微再提一下 这个衣架呢是现在市面上非常流行的那种 带一点丝绒的衣架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材质啊 就是它有一点毛绒绒的 这样呢就可以让你挂上去的衣服呢 它不容易掉 不然的话那种塑料的铁的衣架 我就觉得都非常容易掉 另外一个呢是它非常的薄 所以特别的省空间 如果你把你的之前的那种塑料的衣架呢 全部换掉换成这种的话 最少能省三分之一的空间 所以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它的一个原因 而且呢我觉得整个衣橱呢 如果你每一排都是同样的衣架的话 会非常的整齐 就是即使是你的 这个衣服摆的不是那么整齐 但是这个衣架呢 统一的话也会让你的衣橱整齐很多 另外一种呢是这种下面带一个杠的 这种呢我就是挂下衣 或者是裙子啊裤子什么的 这个夹子呢是我后面配的 也是我从亚马逊上买的 我会把这些链接呢都再练在下面给大家 所以如果你有那种短裤啊半身裙什么的 我都会上面再套一个夹子 然后就直接挂 这个是我目前找出来最好的方法 我之前试过那种专门挂裤子的啊 或者是那种一排可以挂五个的那种 但是我觉得其实都不是特别的好用 所以后来呢我就一直呢都是用的这个系统 这种呢我还用来挂毛衣 它本身呢其实还算是蛮结实的 所以挂那种特别厚的毛衣也没有关系 而且因为它的这个弧度的关系 所以让你挂毛衣挂很久 即使是那种很重的毛衣 它也不会毛衣那个肩膀那儿出来一个叶 就大家都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所以就特别好 反正我是很喜欢这种衣架 也很推荐 好了那我们就先从裤子开始吧 基本上我也是按照颜色大概排了一下 这一条呢是一条白色的牛仔裤 这个白色牛仔裤其实挺难买的 一个是白色很容易显胖 所以必须要买的特别合身 另外一个是这白色的也比较容易透 这一条呢完全不会 穿上去呢很合身 然后也不会特别显胖 内裤的颜色也不会透出来 所以我还是蛮喜欢这条 所以这条肯定是留 这个是那个叫Article of Society那个牌子 这条是我新入手的ZARA的一条裤子 所以肯定是会留的 我非常喜欢这条裤子 它这边呢是带点松紧的 所以还好 但是我穿呢其实是有点大了 就是裤子正好腰呢就有点肥了 但是还好它这边呢有扣帕 所以呢你可以去穿皮带啊什么的 第一的呢就是它这个后腰这块呢 缺了一个后帕 所以每次呢我穿皮带的时候 都得不停地把这块往上拉 但是因为它这个裤型我很喜欢 所以呢我还不是特别建议 反正肯定是不会处理的 这两条呢我放在一起给大家看 一条是红色的 一条呢是有点花纹的 这两条我只想留一条 所以我还是要看一下 它们两个到底哪个穿的更好看 这一条我觉得比较有点圣诞风的那种 因为是格子的嘛 而且是红色的 所以我再去穿一下吧 这两条还不太确定 这一条我肯定会处理的 因为这个颜色呢实在是太 很难驾驭 所以我最近也试穿了一下 然后还是觉得它比较显胖吧 它就是比较薄的那种 虽然也是类似于牛仔材质的吧 它是有一点点松紧的那种瘦头裤 但是我觉得 现在呢可能已经不太喜欢了 所以这条会处理掉 这条我目前感觉还是留着吧 因为我最近刚穿过一次 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穿的 而且我衣橱里面没有类似的 这个是一个瘦腿的一个牛仔裤 是这种迷彩的 然后它旁边呢 是有一个拉锁这样的 你可以拉开 所以我觉得还暂时留着吧 因为没有其他类似的 这条呢我其实已经处理过了 但是呢又把它拿回来 因为这条完全没有穿过 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有点太瘦了 所以呢 其实我挺喜欢这个裤型 也挺喜欢这个颜色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穿着有点不舒服 所以呢 这条我觉得应该会处理掉 这条是Topshop的一条阔腿的 七分牛仔裤 这个我是也是刚入手的 所以这个肯定会留 这个是一个叫BDG的牌子 我都不知道这个是从在哪买的 反正它是有一点破洞的这种 应该是男朋友的牛仔裤吧 所以我想呢 我可能会把它这边剪掉 因为现在的这种牛仔裤呢 它都流行那种 七分或者九分的 就不太流行这种卷腿的了 所以我想我可能会把它 DIY一下 然后剪一个毛边看看怎么样 所以这条暂时先留着吧 这条呢 可能是我这里面最老的一条牛仔裤了 这个还是在国内买的 这个是ONIN的那个牌子 但是这条呢 穿上非常的显腿形 这个我已经好久都没有穿了 因为它是 这儿有个拉锁 原来其实我挺喜欢这儿这个拉锁的 就是你把它拉开以后呢 穿一个高跟鞋特别好 但是我现在很少穿这种瘦腿裤 穿高跟鞋 所以很久都没有穿了 但是因为我特别喜欢 它穿出来的这个腿形 看起来特别直特别瘦 但是它又不是那种 特别特别瘦的那种瘦腿裤 所以真的挺特别的 所以我现在也是想把它DIY一下 然后剪一个毛边之类的看一看 所以如果大家想让我出一个视频 就是怎么样DIY 牛仔裤剪毛边呢 也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这条应该也是一条 很普通的瘦腿的牛仔裤 我现在也看不出来 它是瘦腿的 还是应该是瘦腿的吧 这条我也是想看看 能不能剪个毛边什么的出来 所以暂时先留着吧 这条我是肯定会留的 这条是一个 Rag and Bone的一个牛仔裤 这个牌子牛仔裤我非常喜欢 所以这个肯定是会留 这个我已经在视频里面 已经说过无数次了 这个牌子 这个是我在他们家的奥莱买的 这边这个口袋是一个 就没有口袋 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口袋 所以好像看着是 缺了一个口袋的一个样子 但是其实是比较有设计感的地方吧 这条是Seven家的一条牛仔裤 也是一个瘦腿的 我的牛仔裤其实都差不多 大家也能看出来 所以我其实都不记得 它们到底是fit好不好 所以我再试试看吧 再穿一下 然后如果想要弄出一点新鲜感呢 我也是可能把它剪个毛边什么的 再试试看 如果可以的话就留下 不行的话就把它丢掉 这条也是Rag and Bone的 这条肯定也会留 这个是我去年的 Nordstrom Anniversary Sale的时候买的 但是买的呢有点大了 我当时想买个小号的 已经断货了 所以我就直接就留了 然后又去店里面改了一下 所以改的这个腰帐呢 还就是比较合适了现在 如果大家买这一款呢 一定要记得买小一号的 这个是个深色的瘦水裤 鞋特别的好 特别的服贴 也很软很舒服 所以这个肯定会留 这个也是我去年在奥莱买的 是Jose的一条牛仔裤 我觉得还不错 穿的腿鞋也挺好 这个卷的有点长了 我觉得 所以这个我可能会把它剪掉 这条我都忘了在哪买的了 我也是会试着把它剪掉 看看能不能弄出一点新鲜感来 然后看看怎么样 反正先留着吧 这个好像也是一个杂牌子 是一个男朋友款的 我觉得可能也会稍微剪一下 看看能不能剪出花样来 这条也肯定会留 这个也是Ragganbone的 跟上面那条呢 特别像 这条是我所有的牛仔裤里面 最喜欢的一件 没有之一 就穿上以后立刻腿细了两个size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个穿上 它虽然是有点硬这个料子 但是因为它硬 所以它特别的素形 就是穿上以后 你立刻瘦了好多 所以这个我肯定会留 大家不要介意我的狗毛啊 这个我家里面全是狗毛 所以没办法 它那个边上呢 有两条这种tuxedo的这种感觉 其实还挺特别 而且fit也挺好 但是因为是比较正式的那种裤子 就穿正装的 所以我现在也不太确定说 到底要不要把它处理掉 因为不常穿 但是呢 我其他的 还真没有一条 这样比较正式的裤子 所以 我这先留着看吧 大家千万不要介意这个狗毛啊 真的 我这个昨天才穿过 所以呢 还没有来得及轻 这个呢 就是一条 Hudson的破洞牛仔裤 所以我目前来讲 还没有一条像类似的裤子 所以呢 就暂时也留着 这个其实挺好穿的 特别特别的软 这个料子 这条呢 就是一条普普通通的 其实我都不太确定 它算不算牛仔的了 它也是一条瘦腿裤 但是有点九分的那种瘦腿裤 然后就是 普普通通的一条黑色的 所以这个也是 挺基础款的 这个是Target买的一个杂牌子 但是我还挺喜欢的 所以这条肯定会留 大家肯定会说 清了半天 一条都没有清 但是我真的就是想 那些牛仔裤 其实好多都要清的 但是因为 就是想把它剪一下 看看能不能剪出一些花样来 所以暂时都不清 这条呢 也是一条黑色 这个是有一点点喇叭的 但是我又嫌 它喇叭呢 喇叭的不太厉害 所以呢 我也想把它剪成一个七分的 看看 能不能好一点 如果是 看上去很傻呢 我可能就会把这条处理掉 这个是Victoria Beckham和Target的 那个限量版的合作款 这个我应该会留 因为刚买没多久嘛 所以还想再穿一季最少 这条短裤我都舍不得丢 因为都挺好 我都挺爱穿的 这个就是也是一条 普普通通的短裤 年代挺久的了 但是我觉得牛仔裤嘛 反正年代越久 越有那个感觉 所以 这条我还挺喜欢的 所以暂时先留着 这条是DKNY的一条短裤 其实这条挺好穿的 穿上那个鞋特别的好 这个一般我就是 可能去度假呀什么的 去海边呀什么的 会戴这一条 因为就比较有那个感觉嘛 但是 我这个先考虑考虑吧 这条去年刚买的 Albercombe & Fitch的 我也挺喜欢的 就是那种 比较年轻的那种 底下是破烂的那种 而且我没有类似这种颜色的 所以这个暂时也先留着 这个也是Albercombe & Fitch买的 这个应该这两件 差不多时候买的吧 也是 基本上差不多的款 但是这个就颜色比较深 所以这个暂时也留着 这条就把它处理掉吧 因为这条有点旧了 而且它是比较 包屁股的那种 就是下面 我现在喜欢这种短裤呢 它下面有点炸出来的 这样显得腿比较细 所以这条应该会处理掉 这条也是Albercombe & Fitch的 如果大家想 买那种比较年轻 比较时尚的牛仔短裤呢 可以去他家看看 他家东西呢 不贵 而且又 我觉得还挺好的 这条是高腰的 所以我这条肯定也会留着 下面到裙子了 这条是H&M买的 这条其实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 穿的机会很少 所以这条果断的处理 这条年代也很久了 我记得那时候 它 我还是业内人士的时候 在一个 就是只有业内人士 才能参加的一个 sample sale的时候买的 这个是好像 Max Merrill 他们家的那个sample sale 其实它穿出来 感觉挺好的 但是我真的不常穿 因为它现在 不符合我现在的 穿衣的风格了 所以这条也把它处理掉 这条也是Target 跟Victoria Beckham 合作款 这个我也先留着吧 因为也是没穿了几次 所以暂时先留着 这条我也还蛮喜欢的 这条是个铅笔裙 就是穿上去 还蛮有气质的 但是也是很少穿 因为现在穿这种 症状的时候比较少了 所以我这个 再考虑考虑吧 这条呢 按理说应该是要处理掉的 但是我真的挺喜欢 这条裙子 这个是John Paul Gaultier 和Target的合作款 这个是我特别 捡的一个特别大的便宜 我觉得这个才十块钱 好像 它是那种里头 有一点点的 沙沙的这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 平常穿 你就上面套一个 T恤衫啊 或者什么的 都可以 所以这条我真的 特别的喜欢 所以这条 目前先留着 这条也是H&M的 这个我可能会把它处理掉吧 因为 其实挺好看的 但是呢 我很少穿 这个颜色 所以就先处理掉吧 这个是我去年 Norchum Anniversary Sale 买的 Topshop的一条牛仔裙 我这个刚买回来 所以这个肯定是留 这个也是原来上班的时候 买的 就是正装穿的 上面配一个小西服啊 什么的 都挺好的 但现在真的 比较少穿了 所以这个也会处理掉 这个也是Victoria Beckham 和Target的一个小黑裙 这个肯定是会留 这个真的是 挺百搭的一个裙子 而且它有一个这种 口袋的这样一个设计 我觉得挺好的 所以这个肯定是留 这条跟刚才那条粉蓝色 是一样的款 但是因为这个黑的呢 特别百搭 而且我上次 微博里面发了一套穿搭呢 就搭这个 然后很多人都问我 这个在哪买的 这真的是挺好看的 所以这个我会留 这条呢 就是一个 看上去是一个皮裙 但是后面呢 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还挺好看的 但是上次穿了一次 觉得不太适合 因为太紧身了 我现在真的不习惯 穿这种特别紧身的裙子 所以这条会把它处理掉 这条呢 我不太确定 因为其实它是一个 按理说挺百搭的一个 百折裙的一个感觉 而且是那种皮裙 但是每一次 我要穿它的时候呢 都好像觉得不太合适 可能因为它有点 这种皱皱巴巴的 看上去不太好 而且呢 我觉得夏天穿的时候 它又太热 然后冬天好像又不太热 反正我总是觉得 没地方穿这个 这条我可能会留 因为这条也是个铅笔裙 然后穿上去 非常的合适 就是特别特别的合适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得留一条 这种比较正式的 万一配西服呀 就是有正装的时候穿 而且黑色也挺百搭的嘛 所以这条我先留着 这条呢 是我有一年 在巴塞罗娜的 ZARA的一条裙子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而且我很少这种长裙 所以呢 这条我先留着 这两条呢 都是同样的款 这个是两条阔腿裤 也是Victoria Beckham 和Target的合作款 这两条的裤型 我都非常的喜欢 尤其是这个 橘色的这个颜色呀 真的特别的好 所以呢 这两条呢 我都会留 好了 下面呢 就是我的连衣裙类的了 所以这个我就把它放到part two 那我们这次就先到这里 也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可以追踪part two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呢 请多多的给我点赞转发 加我的微博 abinslindy 在微博上跟我互动沟通 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